欢迎收看小高伊藤美成 日本现役最好的球员 不过伊藤美成也是日本女队 如今处境最为被动的球员 2016礼约奥运会 当孙颖莎还拿不到皮卡的时候 伊藤美成就前往奥运会了 2021年东京奥运会 伊藤美成拿到了混双的金牌 这也是第一块奥运会混双金牌 可是随后的伊藤美成 受到了平言美语 早田希娜 张本美和 牧原等人的冲击 2024年巴黎奥运会 伊藤美成不仅丢掉了单打的位置 最终他在女团的位置 都被张本美和取代了 随后日本国拼给出了奥运会批卡 希望伊藤美成可以随队 可是已经参加过两次奥运会 而且还拿到过奥运会金牌的伊藤美成 如何可能接受陪练的位置 于是伊藤美成选择了拒绝 此后伊藤美成一度表示 未来将专注于自己的单打 会减少参加国家队的比赛 12月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 将拉开大赛 在早田希娜因为伤病退役后 伊藤美成被日本国拼寄予众望 因为日本国拼这边希望张本美和 平野美宇 在女单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日本国拼女队 希望伊藤美成可以领先女队出战 可是让日本国拼意外的时候 最终伊藤美成官宣退出了 此次的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 伊藤美成也无缘此次的国拼女队 伊藤美成的退出 也是让日本国拼女队实力大大下降 最终日本国拼女队派出了市委明日乡 森英 赤江 夏兴 面首领的阵容 这个阵容几乎是日本女队的第三梯队的球员 看来在伊藤美成 早田希娜等人退出后 日本国拼女队已经打算将这一次的比赛机会 交给年轻球员去磨练了 无缘成都混合团体时兵赛 伊藤美成也无缘在成都和孙颖莎见面 因为此前国拼掌门人刘国梁表态 国拼的主力球员将在11月份陆续回归比赛 相信在家门口的混合团体世界杯上 国拼会全主力出战 届时 休息一个多月的孙颖莎 也将回归到赛场和球迷见面 只不过 这一次伊藤美成错失了好朋友孙颖莎的碰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